在古代太监是专门服侍皇帝以及皇室的人,通常太监都在皇帝的后宫中服侍妃嫔或者皇帝的生活起居,唐朝灭亡后,国家四分五裂,军阀割据,接下来中国历史就进入了五代十国,而这个南汉就是十国之一,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。 这个王朝的皇帝叫刘继兴,典型的皇二代,不学无术和古代昏君一样,他喜欢玩,而且玩法很变态,他喜欢折磨别人,看到别人痛苦的表情,他就好开心,你越痛苦,他就越开心,如果受折磨的人表情超痛苦。 他口水都会流下来,突然有一天,刘继兴心血来嘲响啊,我这么玩不行啊,我还有国家的治理,他觉得手底下这些官员是男人,容易受家庭等其他因素的影响,不能有效地帮他打理国家,要不说这个皇帝会玩,而且赶玩,居然让满朝文武全部自攻,免得有七情六欲,一时间南汉上至宰相,下至县令,全被一刀切,如果有反抗的,脑袋一并切了,当时阉割技术还不怎么成熟,死了很多人。 这个皇帝大骂这帮人都是废物,自己研究阉割技巧,还真让他研究成功了。 然后他成立阉割大队差不多千人,把朝廷里里外外的官都给阉了,到了最后,南汉有将近两万的官员全是太监,如此荒唐的皇帝,怎能不亡国,后来赵匡印发兵灭了南汉,刘继兴这小子,因为实在是人品太差,留着也不能威胁大宋,赵匡印不仅没杀他,还给他封了个侯爷座,真是好人不偿命, 祸害一千年,真名三年,刘衍正式及皇帝位,出立国号大院,前亨二年,刘衍在南郊祭天,正式改国号为汉,史称南汉,对此,在笔者看来,因为和西汉、东汉、蜀汉的皇帝是同一个姓氏。 刘衍将国号改为汉,自然是容易理解的行为了,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南汉第一位皇帝是刘衍,但是,南汉的实际开创者是刘衍,对此,在笔者看来,这就好比曹丕是曹魏第一位皇帝,但是,曹魏的实际建立者是曹操一样,根据新武代史等史料的记载,前宁元年,刘衍的父亲刘谦去世,广州官吏上表朝廷委任刘衍代替刘谦,担任丰州刺史, 对此,在笔者看来,唐朝末年,因为战乱等原因,唐朝对于岭南地区的掌控能力是比较低的,而这,自然为刘衍割据岭南奠定了基础。 天佑元年,刘衍派使者结交全臣朱温,朱温于是奏情以刘衍为青海节度史,天佑二年,唐朝朝朝廷家任刘衍为同平章士,同平章士一般只同中书门下平章士,同中书门下平章士,简称同平章士,同平章士出用于唐太宗史, 自高宗永春元年史,实际担任宰相者,或嫁以同中书门下平章士的名义,开平元年,朱温费唐哀帝,自行称帝,建国大梁,由此,非常明显的是,后梁的建立,不仅意味着唐朝的灭亡,也意味着五代十国历史的开启,同年五月初三日,朱温家任刘衍为简教太尉。 兼任世中,并封爵大鹏郡王,对此,在笔者看来,朱温取代唐朝,建立后梁,自然需要刘衍等将领的支持,同样的道理,刘衍割据一方,也离不开朱温在朝廷的支持,也及二者是互相利用的关系。 根据新五代史等史料的记载,前华元年三月,刘衍并重,上表朝廷,委任其弟节度副使刘衍,暂时主持事务,同年三月初三日,刘衍并逝,十年三十八岁,刘衍继任其位,对此,在笔者看来,在北宋初期,赵光印选择将皇位传给了弟弟赵光义,这是年龄相对较大的弟弟,有助于掌控局面,而在北宋之前,刘衍已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, 从最后的结果来看,刘衍没有辜负兄长的期望,成功建立了五代十国之一的南汉,真明三年,刘衍称帝,改国号大院,追视刘衍为乡皇帝,改元前亨,对于刘衍来说,追尊刘安人太祖文皇帝,刘谦士祖圣武皇帝,李三妙,在称帝之后,刘衍设立百官,以杨栋前为兵部侍郎,李恒李部侍郎,尼蜀公部侍郎,赵光印兵部尚书,戒平张氏,对此,在笔者看来,刘衍称帝之初, 之所以使用大阅这一国号,这是因为秦朝末年的时候,赵佗歌剧岭南地区建立了南阅国,但是,对于刘衍来说,最终还是更改了国号,前亨二年,刘衍改国号大汉,自称大汉皇帝,史称南汉,按照介绍,南汉高祖刘衍,又名刘柱,出名刘衍,刘智,菜州上菜人,俊枉为鹏城刘氏,对此,在笔者看来,如果刘衍真是鹏城刘氏的后人,其使用汉作为国号, 也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了,前亨三年,刘衍册封岳国夫人马氏为皇后,马氏是楚王马英之女,对此,在笔者看来,南汉和南楚之间,在地理位置上互相临近,所以结为姻亲关系, 自然有助于互相支持,以此抵挡中原的朝代,大有十五年,刘衍去世,十年五十四岁,庙号高祖,其子刘宾继位,改元光天,并以晋王刘洪熙辅政,视为南汉商帝,对于刘衍这位皇帝来说,虽然在位初期是比较作为的, 但是,等到南汉的格局比较平稳之后,刘衍就形成了比较懈怠的情绪,甚至贪图享乐,而这,促使南汉长期歌剧一方,没能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, 换而言之,在古代历史上,能够像蜀汉这样频繁北伐的歌剧势力,其实是比较少的,正所谓生与幽幻,死于安乐,如果不思进取的话,歌剧势力自然会逐步走向灭亡的, 对此,在不少历史学者看来,自刘衍去世后,南汉的国力一直保持着下滑趋势,根据新五代史等史料的记载, 南汉中宗刘胜比他的父亲和兄长还要残暴,在位期间,吕朱大臣,兄弟,数年之间,朱弟被他诛杀殆尽, 基于诛杀宗氏亲王同时,南汉中宗刘胜一开始着手排除朝中参与诛杀阳帝之人和一己,又任用宦官,导致宦官干预朝政的情况, 这让本就衰落的南汉可谓雪上加霜了,最后,不过,需要注意的是,南汉在刘胜继位之初, 经过一番大肆诛杀宗氏的行动后,局面已基本稳定下来,于是,刘胜御图有所发展, 南汉前河九年,南唐宗主派遣编号为信州刺史,降兵屯援州,准备进攻南楚, 前河九年十一月秉吟,南汉攻下贵州,后又连续攻克以连、吴、岩、傅、昭、柳、宫、向等州, 将马楚势力彻底赶出岭南地区,而这,可以说是南汉灭亡前的一次巅峰了, 前河十六年,刘胜去世,刘场继位,十年十七岁,改年号为大宝,史称汉后主, 对此,在笔者看来,相对于蜀汉后主刘善,南汉后主刘场则更加平庸,甚至可以说是昏庸了, 毕竟,在南汉后主刘场身边,没有诸葛亮这样的千古名相,有的只是干预朝政的宦官, 大宝十三年,北宋派潭州防御室攀美率军攻打南汉,宋军驻扎在白下, 次年,北宋大军已经进入到南汉的腹地了,在此背景下,南汉后主刘场已经没有退路了, 于是,如同蜀汉后主刘善一样,刘场只好投降,这意味着存在六十七年的南汉正式灭亡, 对于宋太祖赵匡印来说,没有对刘场赶尽杀绝,而是将其封为北宋的恩赦侯, 南汉后主刘场,原名刘继兴,五代时期南汉君主,是南汉帝刘胜之长子,初封魏王, 南汉乾和十六年,九百五十八年,刘胜去世,刘继兴继位,改名刘场,改元大宝, 刘场不但荒淫无道,还有一套新颖的治国理论,他认为,如果政府官员都有家事, 就会有私心,为子孙的利益着想,不能一心一意为天朝尽忠, 把政府官员们都阉割掉,就彻底铲除了产生官二代和二奶情人的土壤, 在刘场统治下的南汉时期,所有的国家公务员,别说包二奶养情人, 一个个连老婆孩子都没有,在南汉国都城广州,街头上穿官服的都是一甩的娘娘腔的不男不女的政客, 他们看似腰杆挺得很直,背后的痛只有他们自己知道, 那个年代,除了刘场后宫的女人们之外,没有什么官太太, 女人们想当官太太都没有机会,这个政策直接导致两万多政府官员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太监, 每当上朝的时候,宫殿里充斥着不男不女的汇报工作的声音, 刘场心满意足地听着,他这下子彻底放心了, 放心地让官员们在自己的宫殿内外四处走动, 他们对自己的后宫女人们已经没有任何威胁, 放心地让官员们开展工作, 他们即使搞腐败,也就是吃吃喝喝而已, 还能腐败到哪儿去,没有家事,没有妻儿老小, 一个人吃饱了,全家不饿,只有全心全意为皇上为国家尽忠, 请回答